中秋月園人團圓 花蓮秀林鄉公所在中秋前夕 特別辦理了中秋節的連環晚會 就是希望族人之間的情誼 能夠更加緊密 為什麼我要辦 本來沒有這個編一算 所以我們從今天中秋節開始 借這個機會是不是說能夠 讓我們同門都有點微笑 都有點歡樂 每逢到了中秋 我們在外地工作的鄉親 都會回來故鄉 月亮是故鄉的緣 也只有這個時候 大家聚在一起 也特別被感窩心 唱歌 摸彩 烤肉 這是投門跟水源村 第一次辦理的聯合中秋晚會 族人也希望 每一年能夠在中秋節 辦理類似的活動 這樣除了能夠讓返鄉的遊子 跟家人團圓之外 也能夠跟部落一起互動 讓大家度過歡樂的中秋佳節 接著告知華林秀林採訪報道